成功的起点,梦想摇篮,维州科技大学 由民主党众议员莫拉莱斯及参议员拉米雷斯联合发起的姐妹提案 HB1362和SB0835将禁止警察以检查身份或出身地位由教廷、逮捕、搜查或拘留任何居民 并禁止执法官员在其服务的社区中协助联邦移民执法行动 虽然这个法案得到了大多数马州立法者的支持 但是华人社区不少居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为了让立法者了解他们的观点 2月28日,来自马州蒙郡和哈维郡的华人居民来到了州府安纳波利斯的立法听证会现场作证 今天是为什么要来? 今天就是有一个House Bill 1362 那么我们来呢是代表移民华裔的美国人的一个组织叫Maryland Chinese American Network来作证反对这个Bill 然后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可能有很多理由你在作证的时候可能会听见 但是我觉得主要有这么以下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是个法治国家 那么这个Bill其实就undermine这个法 就是大家人人守法的这个一个基础 就是如果每个州说我这个法执行那个法不执行 这个弄起来就是就乱了这个 而且本身这个移民法是就是本身这个国家需要移民法 那这个Bill在Senate side 那个推出来的那个Senate Senate Romero问他我们这个国家需不需要移民法 他连这个都答不出来 我当时就非常惊讶 所以呢这是一个法律 第二个呢就是花费 那么你知道非法移民他不交税 因为他也没办法交税 那么其实他在领取了或多或少很多社会福利 然后呢我们猛俊最近涨的9%左右的property tax 根本没有用到就是西部地区 所有的钱都是用于东部地区 因为就是有很大的需求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已经很穷了 就是就是原来富的时候可能还能承担 现在真的承担不了 第三个是这个公平性的问题 那么很多这个我们的成员 他们都是读读书 然后呢这个找工作 就是忍着雇主的这个很多埋怨不敢换工作 结果最后15年才拿到绿卡 或者拿到公民 那么他们觉得很不公平 就是你笼合法律 结果这些非法移民来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国家到底是想要 鼓励就为这个国家能够贡献的人 还是给这个为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贡献的人 来了还可以插队 对吧 第四呢是这个法律其实也不能保护非法移民 因为联邦政府还是能够这个就是把你抓了 驱逐租境的 所以这个法律其实给非法移民的一个就是 就是不正确的印象 好像他觉得可以了 但是他其实不可以 所以呢其实对他们也是有害的 就是而且呢造成了社区的非常大的争议 就是我知道在哈佛康底 他们讨论这个的时候 有500多个居民参加这个讨论 他们的听证会一直到早上两三点 那么有人告诉我 他们看到两个70多岁的老太太互相就这么短的距离对骂 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到现在那个估计也通不过 所以呢就是劳命伤财也达不到什么目的 然后呢就推出这么一个东西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这基本上就是我在我的观点